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平安 请剪彩 好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哦 谢谢大家 太平山的蹦蹦车 是太平山游览的一个重头戏 那1991年开始 这个蹦蹦车从以往的在印木材 转变成为在印游客的重要工具 那经过三十年的时光 机器总是会老旧 所以我们利用三年的时间 透过各界的专家委员的一个 把我们鉴定买了这个新的两列的 蹦蹦车的车头跟车厢 那这两类的车头跟车厢呢 我们命名为六号跟七号 那他除了在 柴油的 这个 引擎呢 是符合欧盟四起的 環保标准呢 可以降低噪音 跟降低污染以外呢 最重要是他在车身里面呢 他 装置了 这个动力护轨系统 那 連动刹车系统 以及 车辆的一个 记录器 那另外在车厢里面呢 有求救的 系统 跟 我们的 一个广播系统 还有最重要我们今年 这两类车厢也有一个无障碍的 这个车厢 那让更多的旅客 来 搭乘 那今天是我们 这两类 车厢的一个 开始 启动的仪式 那我们也发行了 五百张的 这个车票 给这个 爱好蹦蹦车的火车迷 可以来购买 那希望 新的车厢 可以带动 太平山 新的旅游的一个 下一个里程备 我们 大家一起来 太平山旅游 谢谢各位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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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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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